张真元应该是团内最不上进的一位 很多人都是在见过真人后 疯狂粉上他 盖得到他的长相 发现他的魅力 其实团体着你如果细皮 你会发现 其实张真元是团内气质最独特 也是最具辨识的一位 张真元眼尖距略近 鼻梁高挺 所以上挺部分略微局促 这是为什么上进没有真人好看的原因 但也因为眼皮的排不紧凑 再加立体的眉骨和欧式的刷眼皮 张真元才能有对内其他人没有的混血吧 张真元的五官整体偏柔和 锐凤岩 肉鼻头 M型猫咪唇 单看他的五官更偏猫系长相 略微外扩 但不凸起的平全骨 线条清晰锋利的下颌线 盒面整体呈内收趋势 正面面中平整 颗面立体度高 面部起伏大 他的骨相属于周正的标志型 轮廓更偏阴气 这种柔眉五官 与阴气轮廓的冲突矛盾性 是他高辨识度的来源 同时也造就了他温柔公主的气质 更添了份成熟男人味 戴了眼镜谁看了不说一句 不许杀我